哈喽大家好,我是探谈啦 上个星期我在学校里面拍一期博士采访系列 访谈的对象是我的好朋友,经济学博士紫棋 她最近刚刚毕业 很巧的是,我们在校园里聊天的时候 偶遇了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Claudia Golden教授 而恰好紫棋曾就是她的学生 我们由此展开了一场 其实很难聊到的关于诺贝尔奖的探讨 那个黑衣服的老太太就是去年诺贝尔奖的得主 她是教经济史诺贝尔奖的原因 就是她搜集了很多和女性相关的历史数据 像现在大家在网上了解到的 为什么男女之间会有升职啊 在工资上的不平等很多数据 最早就是她发掘出来的 网上也说大家会说 啊,你为什么会因为这个拿诺贝尔奖 这个我们早就知道了 其实就是因为她做了这个研究 大家才知道的 你有上过她的课吗? 之前上过博一的时候 现在回想起来就不太记得讲了什么 当时也没完全听懂 那你觉得她得诺奖之后 她的生活有什么变化? 啊,变化不是很大 拿到诺奖之后 可能有很多非学术的机构 会邀请她去演讲 这是我听另外一个诺奖的老爷爷跟我讲的 对于大部分生活来讲没什么影响 刚吃饭的时候 子琪跟我说 在哈佛呆惯了 会觉得全世界的人都这么厉害 会有这样的误解 就是因为像我们每天见到的 都是哈佛的老师嘛 然后我们可能就会想说 哇天哪我做研究我也得做的像哈佛老师这样子 不然我这个博士就白读了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哈佛这级别的老师在经济学 每年全世界也就产出七八个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多 那你觉得这些贼顶尖的经济学家 他们都是为什么那么厉害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因为研究本身是非常开放性的事情 如果说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城市的话 其实就不是科学研究了 它更接近工程 我自己的一些可能的观察就是说他们执行力会有帮助 但这个既不充分也不必要 然后还有些人他有非常强的整合能力 就是说当他看到很多逻辑不自洽的东西的时候 他能提炼出来之后他把它们整合到一起 然后形成新的论点 还有一些特质可能就是工作比较认真 我们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表 说你每天必须要做班的 这个时候你还能不能够说每周工作五六十个小时 这个就比较难 既然学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像诺贝尔讲这种他怎么评出一个老大的 学术应该是开放性的事情 要生产出来其实没有很好的 就是说该怎么去生产学术 但是说一旦生产出来之后 可能有些人的工作别人读了之后 都觉得有帮助 然后会慢慢的影响到其他很多学科的研究 比如像二三年诺江老太太 她是做性别研究的 她的很多关于女性工资 还有避孕药对女性平权的影响 这些东西性别研究的学者 或者社会学的学者 或者可能历史或者别的学科的学者 大家读了之后都启发到了他们 然后他们在基础上继续做研究 那么过了二三十年之后 再回过头来看发现原来老太太的研究 她是现在很多研究的基石 那么这个就只用诺贝尔讲了 其实也是要看她的影响力 和对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关注的话题的解释程度 对但是说从现在往未来看什么问题能够有这样的影响力 这个是看不出来的 如果说做学术自己对自己的研究问题很有热情的话 一般多多少少都会相信说我做的东西以后可能会特别重要 只有说有这样的一种偏见才会对自己的东西有那么大的热情 当然这里隐含的一个比较悲观的事情就是说回到40年前 可能当老太太她刚开始当教授的时候 她觉得她做的东西未来会很重要 但还有一千个其他学校的教授也相信自己做的东西在未来会很重要 但最后可能诺贾是老太太 但别人没有诺贾 这个就是随机性了 得诺贾是你做学术的动力吗 小时候是的年纪小的时候就想着要fancy一点 要大家都认识我 但其实到现在慢慢就觉得说其实做学术就是一份很普通的工作 每个人都只能做一点微小的改变 得诺贾确实是一个很酷的事情 但第一是确实很难嘛 我自己才能也不一定够 第二是说就算有可能 那她也要付出很大的精力 但我到底是要把这个精力拿来拼一个奖 还是说拿去跟喜欢的人呆一下 去喜欢的地方呆一呆 这个问题其实不好回答 就像你问一个普通人给你一个落奖 但你现在马上变成60岁 那他可能就不会选择落奖了 人生都是很多艰难的选择